大家好,我是Mark 前幾天我跟各位介紹了一個 Occlusion Cough 就是從外國買回來的那個 止血袋 因為它使用起來 其實也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它需要打氣 而且也有網友反應 這個價格其實比較高 因為畢竟你是在做實驗 不可能花個兩三千塊 去從國外買的東西來試 而且我發現它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用了以後呢 因為它的袋子本身會摩擦皮膚 所以你在勒緊你的肌肉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你表皮的 些微的內出血 像我這邊都有一些喉嚨腫 那我昨天就好玩 拿了我們offfit的這個試用產品 它是一個瑜伽用的彈力帶 果凍彈力帶 我把它切成一半 自己拿來綁 這邊呢 塗了一點如意 比較好自己拉 就這樣五分鐘就完成了 最便宜的版本 那這一條跟這條加起來 只要五百塊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吧 那我在做這個血流指斷肌肉鍛鍊方法的時候呢 我發現說因為你兩個手臂的血流被止住了 所以你會覺得很容易出汗 而且手像這邊三頭肌跟這邊手管的部分 還有前手臂的部分其實都會相當的痠 那剛剛我們做了二十下 我們中間休息十秒 我們再做第二次 哇馬上就流汗起來 我覺得像這樣的這個窮人運動法的方法也不錯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介意花個五百塊也可以試試看 像我現在這邊兩隻手非常非常腫脹 有一種很想趕快把這個直血帶鬆掉的那種衝動 但是你還是必須忍住 因為他必須要做到你痠 做四輪 中間休息十到二十秒左右 然後各位注意 當你做直血帶的時候 你不能太緊 因為你是用綁的 所以你只能去抓感覺 基本上輕輕只要跑出來就OK了 但是如果說他抱緊抱太多 表示說你血液流通不夠 那這樣子反而會達到反效果 超級痠 剩下最後一次了 看我兩個手臂都是紅的 所以其實 這個方法我覺得也挺不錯的 而且攜帶方便 好完成了 那這邊還有個密學要跟大家講 就是因為他這種果凍的橡皮 基本上他的材料跟材料會有摩擦 所以其實你要勒緊不容易 像我剛剛就稍微塗了一點點乳液 不要塗太多 他就很容易勒緊 那今天就是跟各位介紹 另外一種血流止斷的運動方法 希望各位喜歡這個影片 下次再見了 拜拜